为何习气难改?为何听课多年,习气依旧改不掉?习气是个很麻烦的东西,因为他会一天到晚缠着我们不放,乃至我们的一生都一直被他纠缠,被他左右,甚至被他毁了。 很多学道者都有这样的困扰,道理听了很多年,但脾气毛病,依旧改不了多少。 习气的种子是根深蒂固的,因为它累生累世,在我们的八十田阿赖耶时里,修行固然要明理,但单单明理,有时力量还是很薄弱的,因为习气的力量太强了。 有一次,白居易请教鸟巢禅师,什么是佛法大义?禅师说,诸恶莫作,众善奉行。 白居易说,如此简单的道理,三岁小孩也知晓。禅师答说,三岁小孩虽知晓,但八十岁老翁行不得,由此可见,知道何行道?是两回事。 为何如此?习性使然,又例如,有人欲学游泳,听了十年的关于游泳的课,却从未下水。 当有一天掉入海中时,必定溺毙。相反的,有另一人也欲学游泳,找了个好导师,每天下水学习。不需几个月,一定下水便能游了。 同样想学游泳,几个月下水学习的努力,远胜于十年的只听步行的功夫。 而通过三宝的修持,一手玄关,默念真经,成一叩手。 或读经背经,是可以洗涤习气的种子。 唤醒佛性的种子,让自信做主。 使良心流露,智慧流露。 每天能持续三宝的修持。 如同欲学游泳者,每天下水学游。 将远远胜于只听而不行。 只要每天肯花一点时间去受用三宝。 常让自信清静,自能遣其欲而心自敬。 成其心而神自清。